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的人生会有这么不堪的一幕 我永远忘不了今天的感觉 今天我让徐环珊约你出来 是她说她错了 让我出面帮她解决 我也不希望一个威胁到我儿子安全的人 还留在这个城市里 有些事就得三个人坐下来讲明白 要不然你听不懂 也不相信 林悠悠 我们俩人的事都是我的错 我很后悔 我比你大那么多 这件事情我错了 请你原谅我 然后放了我吧 她到底拿什么威胁你了 是你说爱我的呀 林悠悠 我再跟你说一次 我爱顾佳 我不管她以后能不能重新接受我 或者跟我离婚 我后半辈子都会真诚弥补 我不会离开她的 徐环珊 你能跟我说句真心话吗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走吧 你竟然还这句什么意思啊 你是觉得你赢了是吗 你到底有没有了解过你身边这个男人 你配得起他对你的好吗 除了最爱的烟花 她最大的乐趣就是吃 可是你呢 你连晚饭都不让她吃 她喜欢踢球 可是你问问她 她有多久没有去过足球场吗 你哪儿来的自信 哪儿来的自信 哪儿来的自信 你觉得你可以拯救她是吗 你看看吧 这所有照片都是我们的晚餐照 林悠悠你够了啊 这 这有多少张照片 就是有多少个夜晚我们都在一起呢 你觉得我不让她吃 是虐待她是吗 你知不知道这个男人有脂肪肝 他才三十多岁就有中度脂肪肝 连保险升级都不收她 我不让她吃晚餐 我也陪着 她有多少天没吃过晚餐 我就有多少天没吃过晚餐 你给我看这个什么意思 要跟我算账是吧 好 那我们来算一算 你们俩吃过多少次晚餐 开过多少次房 酒店的钱 你的房租一笔一笔给我算清楚 他为你花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们夫妻共同的财产 我有权利让你还回来 我忘了 刚毕业没钱是吧 青春还值点钱 我请你啊 顾佳 到此为止吧 我现在就把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都删掉 李永勇 你走吧 你好像好爱算账呢 那你看看 这比你算得出吗 那不是没 jeito 你全的 你最重要的是 你最重要的是 可以吗 我总是在触 civilization 好的 我希望你都在热心 是 可以吗 那我希望你每天都在触摸 생각 我希望你这些小事 见过的 经过的 想过的 从今往后 我所有的作品都送给你 我会用我一生去爱你 就像今天晚上烟花一样 独一无二 顾佳 姑姑你出来 顾佳 你干吗这么折磨自己啊 对付这种人还要客气吗 好说不定就动手 高颜把他往我腿里去 他有什么呀 不就照着自己在这儿 没家没夜 没脸没脸吗 对呀 你收拾他 你一点都不掉价 顾佳 以前我以为徐万山 放的每一场烟花 都是为我为这个家 你真可笑 顾佳 你真的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以前在M店上班的时候 看到那些全职太太 没有一个能比你做得好的 你看你啊 练最难的瑜伽 吃减肥餐 任何时候都穿得整齐 对呀 你还看那么多商业知识 烟花资讯 我搞都搞不懂 我就是想做他的充电包 比他知道的多 让他永远都有话跟我聊 我做的这些 就成为他的压力了嘛 你不能这么想啊 你这么想就做了那个女人的经济了 顾佳你别喝了 顾佳 顾佳你出来好不好 我们陪着你 顾佳你要是真的想喝的话 顾佳你要是真的想喝的话 你需要我和小青 我们俩陪你喝 顾佳 顾佳 顾佳就得吃药了 顾佳 顾佳你出来说行不行啊 我们陪着你啊 顾佳 命名th 尽量 顾佳 顾佳 是我忘了问你要什么 才自顾自爱着 姑姑 姑姑 就这儿 好好好 师傅 我扫码 怎么回事啊 我脸太疼了 一照镜子没看见路 马路牙子胳膊胎了 那你人没事吧 颈椎有点难受 你先帮我把车胎给换了 然后呢 再陪我去医院拍个片 你车胎爆了 你应该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呀 你不是说什么事 都能找你的吗 说说完呢 你 你能不能换胎啊 这个我怎么会的呀 你等等 你等等 你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 喂 你好 我车的轮胎爆了 就到你们店铺附近 你尽管过来给我换一下吧 好好好 我把位置发给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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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这没日没夜 随叫随到的 你能去多少场 两千吧 你这后面加个零也不至于 这么拼吗 依依姐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你一样 有个这么有钱的爹吗 都能这么任性地过生活 我呢也不指望你能体会我们的心酸 你也不用这么炫富吧 我这还没炫呢 其实呢 我这几天 挺惨的 第一单活闹 我不但没把钱要回来 还把我妈 给我攒了好几年的家中 全打给骗子了 我们领导本来就打压我 现在就带着所有人都看我笑话 好 回头看 往前看 都是两眼一模黑的 你这是跟我卖彩 烧苦肉计呢 我也希望只是一个亲 我刚从我闺蜜那儿过来 她老公出轨 小三狠醒 我除了陪她哭 也没什么其他本事 我也想被哭 我也想被哭 我觉得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跟你们这些有钱人说话的代沟了 真的 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爱做医美吗 为什么呀 活着没什么能让我再哭出来的事 除了这个 明白了 你为难我 不是为了找痛快 是为了找不痛快是吧 总得有不痛快的事情做对比 才能想到痛快的事情有意义 要这么想我比你强 你冷吗 你写的这本小书啊 在我们网站的点击域 现在已经排到月榜前五了 所以想和你聊一聊 你有没有兴趣出书啊 出书 我就是在网上随便写写 这怎么叫随便写写啊 反响很好的 不瞒你说啊 现在已经有几家知名的影视公司 找到了吗 准备购买你这部小说的影视版权 拿去拍电视剧 是这样 现在这几家有异象的影视公司呢 报价最好的应该算是柠檬拧业啊 她的版权费已经出到了两百多万了 多少 应该是两百二十吧 当然 这不包括图书版税的收益 只要你肯授权 我们就帮你出版这本小说 玛丽啊 你跟大家说一说 我有没有给你宽限 看在你是我们销售部 第一个被欠债地骗了钱的份上 我是不是又多给了你一个星期 还给你介绍了新客户 结果呢 结果是零 老大 我们马上就能要回一笔款了 而且玛丽作为新人已经很努力了 努力了吗 努力了就是这种结果 玛丽 如果你真的努力了 那还是这样的话 那可能就是你的能力和智商的问题了 听懂了吗 能力和智商的问题 干吗 开会呢 叶总 什么开会 开人 开人 开什么人 好 不会是开他吧 我可是过来还他钱的 他要走了 我就不还了 不是 我们就是探讨一下接下来的工作流程 叶总 您真是来还钱的 他跟我挺对脾气的 以后我们公司业务你就派他来 别找些我不喜欢的人我不高兴 行 没问题 客户就是上帝嘛 上帝挑谁就是谁 叶总 您这脖子 没事 麦克 别愣着赶紧 带叶总到财务那里 叶总 这边 谢谢啊 谢什么 本来也不是你招的我 想想也没必要给你勾务 可以吃上嘴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刚还你钱就这太多 以后还能不能随叫随到啊 能 以后啊 你就是我的大客户 我的姑奶奶 别 我叫老了 回头我还得打针子 你少打点吧 以后你有不痛快的时候 找我就行了 行 别送 饭 拜拜 老公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怎么了 怎么了 什么呀这事儿 我写的 别闹 没闹 什么时候的事啊 好呀 这之前就开始写了 而且已经在网络上发表了 真假的呀 真的 今天这个网站的编辑突然找我 说因为点击率很好 所以想帮我出书 老婆 我之前就知道你是一坏家 没想到你还是一作家 你别打岔 然后呢 他们还说 有影视公司想花两百多万 买这个小说的版权 然后拍成电视剧 两百万 嗯 好事啊 但是我还没想好 我想让你先看完这个小说的内容 然后由你决定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小说里面的内容跟你有关系啊 你要是看完了觉得不舒服 我就把它给扔了 就再也不提了 行 我先看看啊 嗯 你先别看了 干吗呀 我也不着急 睡个睡个 不是 没事 我现在还不困呢 改天再看 来 放下 把灯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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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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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赶紧收拾收拾 早饭马上好了 老婆 你那小说我看完了 什么时候看的 昨天晚上我睡不着 我终于看完了 我觉得写得挺好的 你要想卖就卖呗 我里面写的那些内容 你真的不介意啊 那我介意什么呀 不是一小说嘛 又不是继续文学 但是说真的啊 我看完你那小说 我觉得之前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确实改改得改 所以我说你那小说也挺好的 我之前怎么没有欣赏到 我老公有这么宽广的生活 我之前也没心胸狹矮啊 我现在这工作一退步 你突然又变得这么吃钱 我怎么就有点吃软饭的感觉呢 你瞎说什么呀 不说了 我僵留僵留 软饭硬吃还不行呢 行 谢谢你支持我 行了 赶紧吃吧 妈妈 你怎么睡觉啊 妈妈 我都等你好久了 你吃早饭了吗 你吃早饭了吗 我自己吃的 没让成结尾 妈妈 你和爸爸是不是要离婚了 你为什么会这样问啊 因为我探了那本 爸爸家和妈妈家 我饭不饭了 他 他说那个就是离婚 就像他的爸爸妈妈一样 如果你和爸爸离婚的话 我就选爸爸 为什么呀 你不是说你最喜欢妈妈吗 我最喜欢妈妈 妈妈也最喜欢我 如果我 如果我 如果我选爸爸的话 妈妈就选 妈妈就舍不得离开我们了 你有没有 让你急着不是 不是 狠狠狠独ock 不知道 么 也是 怎么啦 出什么事了 爸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爸 我错了 你打死我 这婚我也不能理 你自己说你都干什么了 爸 谁给你胆子 欺负我女儿 你干的这些事 你算个男人吗你 你离婚 没什么可说的 爸 婚我不能理 我这辈子最爱的就是顾佳 这个我心里很清楚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吗 我知道您可能不会原谅我 可是还有子言呢 他还那么小 他不能没有一个完整的家 你甭跟我提子言 那是我孙子 以后我带他 就当他爸爸死了 爸 顾佳十几岁 就没了妈妈 对她影响很大 子言还那么小 如果我们这个家散了呢 让他怎么办 爸 您得给我一次机会吧 帮帮我 再见啊 顾佳 老婆 干吗呢这事 你回来了 我买了个密码锁 终于不用跟以前那破锁交接了 这乙妈您是他们公司的 她跟我说这个系列最安全 多少钱啊 四千八 干吗 四千八 你换一锁 这不是比小钱 你怎么跟我打成招呼啊 你哪儿来的钱啊 我可跟你保证啊 我没有任何私房钱 行了 你别被罗传私房钱啊 行了 安好啊 您看啊 待会儿您按照两个键 然后再设个密码 之间按确定 就成了 要不要我教你们一下 不用了师傅 我们看双门书就行 那好嘞 他有个电话 有什么问题啊 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嘞 好 好嘞 再见啊 谢谢 谢谢您师傅 四千八 四万 你说密码设什么呀 我都行 随你 那要不就今天吧 值得纪念 今天 嗯 有什么是值得纪念的呀 你记住了吗 记住了 你拿呀 我拿到版权费了 这么快啊 你猜多少钱 多少钱啊 一百五十六万 妈呀 都在这张凯琳呢 对啊 那得揣好了 走吧 老公 去挥霍 挥霍 这不是上哪儿挥霍啊 来了 你是钟小姐吗 对的 您的快递一起拿好 谢谢 不客气 再见 老婆 老婆 你又买什么了 咱这两天买的还不够多的呀 那我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啊 我把我之前收藏在那个收藏家里边 种草好酒的衣服都买了 都买了 好干嘛 还行 没花多少钱 这些牌子我都查过 在网上把划算多的 这样算的话 我是在省钱哪 我是发现了 没有女人不爱买买买 只是没条件买买买 你最近这腐败速度可以啊 行了 行了 放下 你别说我了 去看看你那个按摩椅去 不是 这在按摩店的时候 不都试过了吗 这没试太长时间啊 有有有有有 有太长时间啊 怎么样 舒服吗 舒服是真舒服呀 没有花钱的不是 三万块钱啊 我现在恨不得吃喝辣 撒水都在这里 那就证明买值了呀 你之前不是总跟我说 你编片子落下颈椎病 然后就头晕 原重点还想吐 我就想给你买个这个 你没事按一按肯定能缓解 所以你非要买个按摩椅 是为了给我买的 老公 以后我也能改善 咱们家的生活了 你就不用压力那么大了 你想做记者 想蹲脏羚羊 你想追鱼 你随便去 好你弟 我也能替你分担 老婆你真好 你才知道呀 我先给你表个态啊 追葬了娘 如果我提刘伦许的话 还可以 但是追鱼我可真不追了 你再暗会儿 真舒坦 叔叔 林依依依是吧 嗯 谢谢你肯出来 见见我这个老头子 事情我都听说了 我之所以今天想见你呢 一个是 我是个男人 我也从年轻时候过来的 其次呢 我也是个有女儿的父亲 所以我想跟你说点 掏心窝子的话 听不听有你 好吧 好 事情找到今天这些天 其实已经很明白了 是许幻山和我女儿的婚姻 出了点问题 可话说回来了 哪个家庭 哪一对婚姻 拿出来认真剖析一下 没有点问题呢 关键在于 他们两个人肯不肯 还想不想 继续一起往前走 在这一点上呢 幻山已经明确地 跟我们表态了 他愿意回归家庭 愿意解决自己的问题 男人一旦下了这样的决心 他是绝不会再回头的 你越是纠缠他 他越要躲 最后什么也捞不下 最后只能互相埋怨 甚至于互相仇视 所以 姑娘 我觉得人呢 应该直到知难而退 我退不了了 我这辈子都不会遇到 更爱的人 这话说出来别人不信 我信 真的 佳佳的妈妈呢 已经走了快二十年了 我现在还是一个人 我还在等你 我等什么呢 我等着有一天 我闭了眼睛 我跟她埋在一个坑里 我跟佳佳的妈妈 是怎样一种感情呢 我们当初是分配到一个单位的 那自然就认识了 后来就谈恋爱了 后来就结婚了 后来就有了佳佳 后来她没了 后来就到了今天 来 后来就去婚姻 什么是幸福呢 幸福就是一家三口 在星期天的时候 能坐在草地上 吃着水果 晒晒太阳 真的 你今年也就二十二三岁 我想你的父母 肯定希望你有一对 甜蜜的恋爱 有一个健康的婚姻 你在上海把自己做尽成这样 他们得多心疼了 姑娘 人生的路我还长着呢 别在刚起步的时候 把自己的路走窄了 别人的生活 毕竟是别人的生活 别人的家庭 毕竟是别人的家庭 抢来的 不一定有自己想得那么好 别在没有见到大海之前 就让自己淹在一个小水坑里 你说呢 你们互相之间 都冷静地想一想 好吗 我一定能跟着人家庭 你怎么会担心 你怎么会担心 很容易 你 connection 就不需要担心 很可敌 你帅长 你帅长 我帅长 你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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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帅长 他帅长 你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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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帅长 离职 喂 你到了是吧 好好好 我先下来啊 你好 生日快乐 依依姐 别叫我姐了 比我大六岁还占我便宜 叔叔半天送我生日礼物 就这儿 这个是你还了我们的货款 我用提成买的 而且是我除去日常的开销 我能负担得起的 我觉得最有品味的 车载香薰了 你闻闻看 你开车呢 闻着它 就不会出现你上次那种意外了 所以你这讨好客户 我的方式也是上一份工作总结的 那倒是从来都没有过 你呢是我这份工作的第一个客户 我以前呢就是客户就是 纯粹的客户 是用来完成业绩的 但是我想现在改变自己的 这种心态 至少我得自己先真心呀 对不对 否则销售做到最后 都掉到前眼里了 早晚都成事理 真是一直都这么敢说 这份人 在你面前还是能说点真话的 对了 还有个事 我今天告诉你呢 这个年底有展会 我这个月呢 应该会下单 你要是有什么 要充得业绩啥的 就给你行个方便了 够意思啊 对了 正好我有件事请想问你啊 上次你跟我说那个得罪你的 然后离职的销售啊 是不是叫何小光啊 不是谁会记得他叫什么呀 反正 反正就都叫他小何 小何 嗯 小何 行吧 那你赶紧回去吧啊 开车小心一点 有消息我再找你啊 嗯嗯 拜拜 拜拜 ин 我拿到宝宝的 品味道不来 他叫我闻 顾佳 你等多久了 没多久 冷不冷啊 你手怎么这么凉啊 先上去 吃饭了吗 不想回家 就打算一直这么躲下去啊 你什么时候打上游戏机了 这不是我的 是许昏山的 我今天才知道 他每次回家之前 都会坐在车里打游戏 打爽了才回家 我以前都不知道他打游戏的 不都说嘛 以婚男人最享受的 就是楼下车里抽烟那十分钟 打游戏还不比抽烟强啊 我只是没想到 他原来压力那么大 我今天看见这游戏机 我想了想 这些年一录下来 都是我在帮他收拾烂摊子 到了今天 连他甩不掉的出轨对象 也要我去帮他解决 我总是觉得 这个事他不喜欢 那个事他不擅长 那我就多帮他做一点呗 可日子长了 我确实没有给他机会学会承担 你说是不是我错了 到这个时候 你还做自我检讨 我是真的负钱 不是的 我只是 不想把失败算在别人头上 所有的错误都应该跟自己亲随 是吗 我不懂婚姻的相处之道 但我只知道呢 爱的时候千好万好 不爱的时候千错万错 好的时候觉得自己赚大了 不好的时候 就拿错的那一面当借口 人有时候可能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到了今天 其实我对这段感情是不舍的 你会不会看不起我 我会的 你和许幻善经历过什么 感情到底有多深 我们都不知道 没资格评判的 曼妮 姑姑 曼妮 快快快快 怎么了 昨天晚上一胸没睡心的睡着呢 还什么 我跟你说啊 一会儿她醒了你什么都别我 什么都别说 那她情绪还好吗 病情好多了 你买的什么呀 小龙虾 真的啊 我最喜欢吃的呀 是吗 你醒了 你来了 你是闻着小龙虾的味道醒了吧 有小龙虾呀 对呀 你最爱吃的 我宣布一个事啊 姐们我发达了 你拿到我卖书的版权费了 真的啊 多少钱啊 你再猜 五万啊 我就值这点钱啊 我码那么多字 那往高了猜 五十啊 再往高了猜 一百万啊 一百万啊 你快说说到底多少钱啊 一百五十六万 厉不厉害 一百五十六万 又大生小富婆了呀 对呀 所以姑姑 我说你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 你 我 漫妮 还要不回一个举子言呀 所以说 你是支持我离婚了 我支持你不要委屈自己 快去洗漱去 趁热吃 快快快 快趁热吃 你最爱吃的 然后一会儿我们再 挑几个那个喜剧票 你就什么都不想 你就先乐呵一整天 看了吗 笑了 快点啊 进来 收拾一下东西 马上离开这儿 什么意思啊 就这个意思 我觉得你不适合这份工作 而且在我这儿 你也没有通过实用 哪里不适合 为什么没通过 总得有个说法吧 你交给我的每一单 我都追到了 那何小光那单呢 你追回来了吗 是因为这个呀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 追一笔债的问题了 是公司明令禁止的开虚单 你是没想到我会查出来 你纵容销售作假是吧 你现在什么意思呀 销毁证据啊 你说的这些 我根本就听不懂 我只是很单纯地 开除一个适用工而已 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还有 没有证据的事情 千万不能乱说 是不是乱说 你心里最清楚 公司是有连政调查部的 连政调查部 走了 你想去举报我啊 凭你 敢吗 现在收拾东西赶紧走人 我还可以让你 体面地离开直升 否则的话 你可能连上海 都待不下去 还有做人做事呢 一定要低调 千万别想方设法地 抬高自己的身份 还说什么 总裁判的朋友 你的朋友呢 在哪儿呢 之前你说 做过八年的奢侈品销售行业 奢侈品啊 听起来好高大上 不就是占柜台的柜姐吗 赶紧走人 要不然让你哪儿来的 回哪儿去 听懂了吗 是 我从前是归结 我现在就是一追债的 每一份你瞧不起的工作里 都是我用正当努力 赚的每一份干干净净的钱 我吃的每一顿饭 睡的每一晚觉 都是无比的踏实 不像你 看看你现在这副气急败坏的样子 害怕了 真要查下去 得多大事啊 现在是什么社会 最讲廉洁 最讲法制 害怕的不应该是我 应该是你 没想到啊 你还这么刚啊 真要去举报吗 好啊 现在就去 去啊 等一下你出去看看 销售部的同志 有几个敢站在你这边的 蚂蚁跟大象死客 那是童话故事 你已经成年了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到底经历了什么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带着什么样的心情从家回到上海 为了完成这份工作 我能做到什么缝上 我给正理想垫钱不是因为我蠢 是我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完成这三个月 你现在说要因为这个原因来开我 我不会走的 我不会走的 我的交易上写的是三个月 就是三个月 我不但不会走 我还会让你走 我把你也要踢住 我把你也要踢住 我把你也要撑住 加油 老婆我回来了 今天累不累啊 你下班怎么这么早啊 还洗了这么多衣服 我辞职了 你辞职了 我觉得你提醒得对 这些钱确实不够维持太久 所以我就决定辞职 然后专心在家里写作 做一个职业作家 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怎么了 你想干什么 我都支持 怎么到了我这儿 我要把爱好变成职业 你就不支持我了 老婆 不是我打击你啊 你想没想过你那第一本书 究竟写的是什么 是 咱写的不是专辑题 但是也是以你自己为基础的呀 这第二本书写得出来 写不出来还是一码事呢 就算是能写得出来 能卖得出去吗 咱别真把自己当JK罗林 你这决定做得是不是 有点太儿戏了 我不儿戏啊 我已经问过编辑了 他已经跟我预约 下本书的版权了 而且他说 只要我名气大了 以后的书只会供不应求 越卖越好 他这么跟你说 但是在我听来这就是 给你画饼呢 你是不是压根就不相信 有一天我能凭自己的本事 挣到钱啊 那天你说一百五十六块钱 对 所以我要更努力地写 我赚更多的钱 你就不用再心疼 这三块两块的了 老公 你是不是生气啊 我没生气 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 真的啊 真的 那就不说这个了 我们去吃顿大餐 庆祝我辞职 行 重大作家 今天我请你 行吗 吃顿好的 吃顿好的 我一直以为只要我勇敢一点 总能把你留在我的夜空里 在我心里永远都会记住 和你在一起的每一个画面 所以我能体谅你的难处和退缩 如果我的离开是对你的成全 我会在另一个城市默默地祝福你 我也有最后一个要求 你来送送我吧 我全部的勇气 都在飞底这座城市的时候用光了 离开 我也想再见你一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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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等了 来的是我 看了他手机 是他不敢来 许华山只能给你看个段线 都是女人 谁又看不懂呢 你虽然拖着行李 压根没买机票吧 是 我把这次当成我最后一次机票 机票我帮你买好了 拿着吧 你替许华山跑这一趟 不会就没有送你这张机票的 还想说什么 喜耳公体 我比你大几岁 的确在你这个年纪 也没想过这些事情 一个人活在世上 十八岁之前靠父母养育 十八岁之后靠自己谋生 一日三餐五穀杂粮 医药毙体勿能遮余 直到组建一个家庭 养育后代 往复学会 这些事情 都比你身上那朵蓝色烟花 要有重量很多 我这个年纪可以不考虑这些 那等到你再遇到一个 可以肌肤相亲的人 他问起你纹身背后的故事 你该怎么回答 胡佳 我给你道歉行不行 之前是我做得不对 我不应该破坏你的家庭 从我知道蓝色烟花 从我第一次见到他 从我第一次见到许怀山 你第一次见许怀山 他就给了你的创可贴 你觉得这个男人好温暖 可是你知道他为什么 会把创可贴带在身上吗 是因为许子言 从小就小磕小碰 是我反复叮嘱他的 你觉得蓝色烟花很绚烂 很浪漫 那是十年前 我们共同找到的人生方向 你爱上的是这个男人 还是这个男人身上 属于另外一个女人的痕迹 顾佳 其实我挺配合你 每一句话都能击中目标 你是我一直想成为的那种女人 如果没有许怀山夹在中间 你说不定还能成为朋友呢 可惜没有如果 你的航班是一个小时之后登记的 如果你想通了 就可以去安家了 好好好 靠回无情 你问我 我还要问你呢 我们现在都联系不上顾佳了 他也没联系你 废话 许焕山 从你和顾佳第一次在鸟巢见面 我就在现场 我现在都恨我自己眼瞎 当初为什么不拦着顾佳跟你好 你知道他有多难过吗 我告诉你 我现在都恨我自己眼瞎 这件事不管顾佳远不原谅你 你以后都别来挑我们家门 我不认你这个人 人什么时候长不着的 中午一会儿 顾佳的手机关机了 顾佳的性格 肯定不会做傻事 毕竟还有许子言呢 他现在关机 肯定就是想自己见一见 他要是联系你 还问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知道他安全 我就放心了 谢谢啊 早知今日何必呢 顾佳最近的状态真的很差 顾佳最近的状态真的很差 但就算这样 他还在检讨自己的问题呢 许幻山别的我就不想说什么了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指责他给你压力 每次他在要求你之前 都是先让自己做到百分之百的 你是不是应该想想 是不是你配不上他 把妻子的完美 当做出柜里有的男人 会不会太低级了 我劝你先回家等着吧 你找我也没用 我看你愿望挺多呀 来来回回吹了好几次了 你今晚要卖出多少酒啊 我不是酒托啊 那你是认真地来跟姐姐搭讪呢 反正因人而异吧 总之没有人看年纪 要喝什么 我请你 这样 你还想喝什么 我请你 年轻真的是挺好的 谁不喜欢呢 那你喜欢我吗 婆婆 你在哪儿 要不要我去接你 怎么关机了 你给我回电话 顾佳 你去哪儿了 你不会我一心可以 你给小秦报个平安好不好 顾佳 从咱俩认识到现在 这是我第一次 我打你电话打不通 都过这么久了 你也不跟我联系 这些日子 你家里也见不到你 公司也见不到 家里的花都干了 洗手间的香薰也没了 到今天电话也找不到你 家里都快没你的味道了 顾佳 我 我是不是真的要失去你了 我是不是真的要失去你了 两位请稍等 陈律师马上就到 我坐下 Sur 了 真的要这么坚决离婚吗 真的要这么坚决离婚吗 就算我不重要 我们还有许子言 我其实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能不能为了孩子相安无事 其实有很多夫妻 他们之间有隔阂 我也能过得下去 但是我做不到 因为前面十年 实在是太美好了 我不想从今天开始 就一直走下坡路 我之前对你有多信任 现在就会有多不信任 我也不想哪天告诉儿子 我跟你爸爸不离婚 都是因为你 顾佳 你说过过去的十年多好啊 你原谅我一次 有些事发生就是发生了 回不去了 我以前觉得你心中最美的蓝色烟花 只为我一个人燃放 但是这个信念崩塌了 我就是一时冲动 那真不代表什么 但它对我很重要 它就像一根刺 我一次扎子扎进了我心里 把它拔出来就溅一身血 放一盏烟花 就会疼一次 我们的婚姻不是失败了 只是结束 协议我都按照两位协商的出好了 签字就再剩下了 喂 怎么了 烟花场 炸了 要不要我把它接出来 不用 我 浩佳 对不起 怎么样啊 出去这几天 那总完成了吗 一个字都没写出来 我就知道 说实话 你是不是自己一个人 偷偷出去玩去了 我没出去玩 我干成了一件 特别重要的大事 什么事啊 到家就告诉你 给 什么呀 你打开看看啊 你回我妈那儿了 陈旭跟我说了 妈妈打理的那家民宿 人家有意出售 那我想干脆就买下来 没有了租金压力 以后逢年过节 她想休息 还能来上海 跟我们一起过节 你花了多少钱啊 不到一百万 不到一百万 你看啊 之前我买的那些东西 我能感觉到你的态度 你特别在意 突然来的这笔钱 对咱家的影响 所以我想 那干脆就花到实处去 我想来想去 用在这儿最好 老婆 你突然花了这么一大笔钱 也没跟我商量 而且还是给我妈买的 没事呀 大不了我再写一本书 然后我再挣一本书费 但是你这么做 那我 你不用有这么大的压力 这是我自己想干的一件事 特别有成就感 那等于你这几天出息 就是办这事就办 当然了 妈 我要是提前告诉你 哪还有惊喜了 喂 爸 女儿啊 给你买的酒 这么好的酒啊 老贵了吧 你还要喝吗 妈 妈 我回来了 你还知道家在哪儿 这怎么了 说话阴阳怪气的 你看 我给你们买的这个蚕丝被 天凉了盖着暖和 实话实说吧 陈云妈妈那个房子 是不是你用卖书的钱买的 是啊 听见了吧 这就是咱们使一把尿一把 辛辛苦苦带大的宝贝女儿 好不容易挣钱了 不说给他爸爸妈妈买套房子 人家呢 人家给婆婆买套房子 妈 你们这不是不缺房子住吗 而且这事 我不是说就是为了我婆婆 我是想给陈云做点事 再说了 那我跟陈云这个房子 陈云把我名字加上的时候 您怎么不闹了 就往自己身上滑了行 往外出就算这么清楚啊 这个事情啊 我倒是跟女儿是一个立场啊 挣钱是他们小娘可挣的 咱们花由他们自己决定 你知道什么呀 咱们女儿辛辛苦苦爬格子 挣那么点钱 她用她自己身上我不说什么 或者用她和陈云身上 那我也不说话 妈 什么叫梅花自己身上 我就非得我给自己买辆车 然后我给自己换套房 就算花我自己身上了 那当年陈云他们家 把房子卖了还债之后 不就一直在租房子住吗 那她妈妈拉着陈云 跟陈旭俩人 上学 工作 那攒不下来什么钱吗 那一直都是陈云的心病 那谁到这么大岁数 还没有个属于自己的家呀 而且当时陈云攒下 第一笔钱的时候 是想给她妈妈先买房子的 那我婆婆死活不干 才买了我跟陈云住的这间吗 爸 妈 咱们家呢虽然说不是多富裕 但是我从小可没受过什么穷 我以前没觉得钱多钱少 有多重要 但是我现在觉得 这还真挺重要的 重要的在于能让人活得轻松 我现在真挺喜欢 我自己做的事的 所以我才有底气去辞职写小说 那我也想帮陈云 卸下她身上的包袱 让她做了她喜欢的事 这日子不就越过越好了吗 你好的时候 你拉拉我 我好的时候我拽拽你 这两口子不就是这样的吗 挺挺挺挺挺挺挺 我就说吧 一带比一带强 来了 来了 爸 我来点小心 来来来 可惜迟到了 小清刚才说的话你没听见 听见了 我在外边等的时候都听见了 我相信从现场的掌声中 你已经感受到 大家对你这本书的喜爱了 那我想代替大家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这本书里面 有没有你自己的真实经历呢 我认为情感真实 比经历更能大动人吧 我之前一直觉得自己 是一个没有什么故事的人 在三十岁之前 大部分时间里 都在看着别人的各种精彩 但是三十岁这一年 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就写了这本小说 真的没想到 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 也许是大家都有所投射吧 我也很喜欢你的这本书 而且我是从头看到了结尾 我发现你的结尾写到 跟前夫哥复婚之后就结束了 就跟很多的童话故事一样 写到男女主幸福的生活 在一起就不再往下写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 他们这种美好结局 还会延续下去吗 之前我一直认为 婚姻就好像是 把两条完全不同的鱼 硬抓在一个鱼缸里面圈养 直到三十岁这一年 我才真正明白 好的爱人 温暖的家 能够带给你足够的勇气和力量 去见山和海 其实美好在于 有没有用心去经营 所以我也希望 每个读到这个故事的人 都能有行动去创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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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追导债款的 他们打你了 没有 拿你家东西 还没拿 听明白了吗 不闹出口 我们没有理由抓人 你们这属于经济纠纷 明白明白 我们绝对会遵纪守法的 好 行 出警记录 签签字吧 好 不是我说 你们家哪个月消停过了 欠债还钱是常理 成天让人这么堵着门 你不嫌犯 我们社情还多着呢 是 收队 谢谢啊 警察同志 宁先生 这个报警记录呢 是我的 有警察给我作证啊 我们没有做出任何 伤害你的行为 我们也不会刺闯民宅的 今天过来呢 就是跟你聊聊天 帮你解决一下问题 我们销售部的人也不多 也就白来是个同事吧 大家可以分好班 轮流倒 每天过来跟你 小只一里 动只一情地跟你聊聊天 讲讲道理的 你们别费劲了 我真没钱 没钱啊 我前两天看你儿子发了个微博 带女朋友去 那个那个 迪拜了吧 你别费劲了 卫先生 今天找你来 没别的事 就是想请你吃个饭 听说你也在急着找我啊 对 坐 坐 我跟您约定的三个月的时间 也到了 我也完成了最后一单 这个呢 是我在过去三个月里 跟过的客户完成的单子 这个表格里的数字呢 是我给公司追回的欠债 和销售出去的金额统计 您可以看一下 我们先吃饭吧 边吃边聊 其实你这表格呢 我不用看 也知道 你应该做得很不错的 谢谢 按照约定 你现在就是M店的店长 我不回M店了 这篇在我这儿 这篇在我这儿 就算翻过去了 那就留在至上 做销售主管 卫先生 今天我来呢 一是想跟您告个别 明天我就不去公司了 还有就是 这些表格呢 我也是想给过去的成绩 做一个量化 您能够按照统一标准 给我结算一下提成吧 我们之前可是有合约的 你不能提出离职的 我不能提出离职的前提 是我完不成您的工作 但是现在我完成了 我现在不求什么职位了 我现在不求什么职位了 我打算出国读书 读书 你刚闯出一条职业道路 就要放弃啊 以前我觉得我一定离不开 柜台后面的那块地儿 结果呢 我连追债那么难的事 我都可以做好 我一直都觉得 只要留在上海 就有无限的可能 后来想想呢 并不是这样的 有时候跑道越清晰 越会束缚自己 这几个月呢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我见过的人 看过的世界都太少了 我干吗非要着急 给自己选一条路定下来呢 我不甘心的 读书不是不可以 你也可以在国内读啊 你想学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出 学费的 只要你学成之后 再回我的志胜 怎么样 您已经资助过我了 我算了一下 这些提升差不多 十万块钱 够付我学费的了 然后到了那边呢 我再找一份工作 边打工边赚钱 就够付我的生活费了 我算是明白了 你要的是自由 不是学费 是我失误了 给你安排了一个 看上去完不成的任务 结果呢 反而提升了你的 无限自信 魏先生 您是我的贵人 当初我找您 谈条件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但您还是给了我这个机会 谢谢您 我都懂你了 这条跑道的起点 是我 而你呢 又不想被别人说成 是借的这股风 才跑得快的人 对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刚好 可以选一条自己的跑道了 好 那你我之前的合同 就此作废 好好吃饭吧 来 太太在餐厅吗 好 王太太 王太太 顾佳 来 快快来 坐 好久都没见你了 还挺想你的 还想演你做的蛋糕 太好吃了 这可能是 最后一次给您做蛋糕了 我准备搬家了 想来跟您道个别 你们卖房子的事啊 整个楼都知道了 你说这是什么事啊 都过去了 之前您帮了我们家不少忙 谢谢您 别提了 还不是白忙活吗 白忙活 您说得对 自从搬到这个房子里 我就跟做了一场梦一样 现在梦醒了 后面有什么打算吗 先把眼前的事 一件一件解决好吧 之后重新开始 行 听着还没垮 假的 假的 反正你要搬走了 我也不怕跟你说实话 这幅画是赝品 是为了充脸面的 搬走啊 也挺好 午后 revi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也不知道 乖乖 把自己收拾利落了 好 爸和我父母身体都还好吧 都还好 放心吧 就是儿子说想你了 想跟你通视频电话 不用啊 我这样难看 我在里面倒成了撒手不管的 所有事都练你一个人了 公司我已经关了 员工的遣散金也都安顿好了 赔偿金额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卖房子的钱足够付了 茶厂那边已经正常运转起来了 够付我跟子言的生活费 你放心吧 也就三年时间 你好好表现 争取渐行 等我出去了 我 我真的都不知道我能看什么 你先别想这么多 你是一个很好的烟花设计师 你就当这段时间在里面 闭关修炼了 只要心气儿在 什么都可以重新来过 很高兴 自己吗 我们两个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也检讨了我自己 的确不都是你的错 也有我错的地方 你们离婚吗 我让律师 从今起草一份文件 我签好过 寄给你 已经很用力地去体会 这座城市荒藏的漆黑 却像是见识味 去看寂寞找对 闭着眼睛找一个座位 听说认真的女人最美 可有有谁痛过的狼狈 心有勇气支配 没勇气愧对 看自己的杀进屋檐一堆 别气馁 是我最大的单位 卑微 还是高贵 都要带着熬灰继续飞 夜晚的碎梦将我包围 眼下的泪泪和声音都在雨 我是我的堡垒 没人能摧毁 爱会是我最体面的 等一会儿 一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你了 我还在犹豫要不要过去跟你打招呼 犹豫就对了 我们也不是见面寒暄的关系 赵小琴 你脖子都不会动了吧 我知道 是我确定一个对不起 之前因为我 没关系 你好像变了很多 人总是会变的 只是早和晚 我跟赵静宇分开了 以后 我会在赵海长居 来吧 请你喝一杯酒 不好意思 我的口味已经变了 曼莉亚 之前我去冰岛看极光 真的很美 我们一起去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看极光 好吗 梁振贤 过了这么久了 你怎么还没变呀 世界的景色是挺多的 我也都想去看一看 但是现在 我更想一个人去 我懂了 酒你自己喝吧 我就是过来跟你打个招呼 又在努力工作啊 我 你还知道过来呀你 多久不见了 我还以为你把咖啡借了 这杯算我请你的 不意思啊 好香 说好喝 说好喝 太好喝了 曼妮姐来了 那个进货的单子我都填好了 我下午去趟超市吧 晚上想吃点什么呀 晚上 你们两个 江晨刚刚有没有告诉你 我们俩昨天去领证了 真的啊 你怎么不早说呀 没来得及啊 曼妮姐到时候我们婚礼 你一定要来好吗 一定的 我的神火花一定给你留着 到时候我一定抱个大红包 多大 特别的 恭喜 替你们高兴啊 谢谢 曼妮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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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说在别处喝不到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我在烘焙的时候 加了一些无花果丹 放进去吧 难怪喝不到苦合色 收着吧 最后一罐了 不用了 我马上就走了 去哪儿啊 反正是离开这座城市 不管去哪里 你们的婚礼 我一定会回来祝福的 谢谢 拜拜 行了 别送了 我进去了 去吧 到了发微信 干什么跟盛建起都跟我们说 知道吗 你烦不烦 我走了你多亲近啊 你要是跟我嫂子较劲吧 别整天琢磨我了 要是那儿不靠谷就回来啊 好歹这儿有你哥呢 我还是自个儿出去床上吧 不得这位爷子好了 你俩好好的啊 别再欺负我嫂子 我这天远地远呢 我可逛不了了 帮不了了 对 听见吧 怎么那么多话呀 别走 行 那我滚了 去吧 去吧 入咱们慢点啊 去吧 入咱们慢点啊 明明心里都担心着对方 就不能好好说 这小子什么样也不知道啊 给点好脸色就上天 我跟你说个事呗 怎么了 小岛回来了 谁回来了 我昨天去了趟医院 小岛 小岛回来了 真的 真的 上上上 你干吗 你现在脚不能沾地 快快快 不至于的 不至于给我做点好吃的 行 感谢协会对我们的肯定 空山茶作为行业的新兵 能获此殊荣 对于我个人 还有这个品牌 都是一银非凡 在未来 我们会继续努力 不忘初心 在做商业的同时 也结合更多的公益事业 让更多的人 去了解那些深山里的故事 这些都是我儿子特地说 给村里姐小朋友挑的礼物 你们太有心了 真是让我太感动了 这是 爸 我打算 在这儿住下去 好好把茶厂做起来 子言上小学之前 我们就先不回去了 我猜着了 出来之前 我把养老院退了 我刚才看了 人家给收拾的那个院子 有两间厢房 我就在这儿陪着你们俩 真的吗 这儿多好啊 城里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 哪有这儿的大山大川好啊 退了休能归隐田园 古人都向往的事 我沾我女儿的光了 好啊 过了年 历春就不远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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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